因为一条推文而被劳教一年的河南维权人士王毅 刚获释又遭到警方软禁 引发各界关注 自由作家蒋爱宗10号发表文章表示同情王毅的遭遇 并且抗议自己的新浪微博被封杀 蒋爱宗指出 中共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文明社会 实际上是打自己的耳光 河南知名维权人士王毅原名陈建平 一年前因为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帖而被当局劳教一年 这个月9号获释 但当地警方强行对他监视居住 让王毅选择是回家还是在宾馆接受监视居住 被避免拖累家人 王毅选择了后者 目前被软禁在河南新乡市长远县新兴快捷宾馆 10号 自由作家蒋爱宗发表文章 抗议自己的新浪微博被无端封杀 同时对王毅的遭遇深表同情 他认为中共当局关押王毅完全是违法的 没有一点法律依据 去年10月17号 王毅的未婚夫华春辉旧四川绵羊的反日游行事件 在推特上发表对愤青不满的推文 有本事巨杂上海世博日本馆 王毅转发了这条推文 复言 愤青们冲啊 没想到就因为这条推文 10月28号 两人双双被无锡警察抓捕 华春辉被拘留十天 王毅则被当局以所谓扰乱社会秩序罪劳教一年 有些人公然去用各种理由和借口 去扼杀人说话的权利 这个是应该遭到谴责和比试的 英国星期日独立报表示 中共当局的压迫造就了世界上首位推特劣势 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地区研究部主任扎里夫认为 王毅只是转推含有明显讽刺意味的推文 当局对他未经审讯就送去劳教 说明大陆的网络言论自由被严厉打压 中宣部和一些网络监管部门他们反对言论自由 你要稍微说一点话他们就不让你说 口上有标榜自己是一个民主社会 是一个文明社会 每天自己在打自己耳光 防疫也指出这个制度不改变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毛毅从2006年声援湖北相反高音音案以来 参与多起维权案件 被当局视为眼中钉 遭到多次传唤拘押 甚至劳教 大陆刘晓原律师在推特上发文感叹 从议员公交车票劳教案 到一句话劳教案 中国司法真是不缺奇案呀 新唐人记者朱志善 李韵 肖宇采访报道